本周台股多空交战 到底哪些族群我们可以留意呢 我们特别列给大家第三季 EPS创优的股票 以及下周MSCI即将纳入股票 给大家参考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哦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大家好我是贝拉 让我们欢迎高叔和文分析师老师好 贝拉你好大家好 我是高叔和文分析师大亨 本周台股是多空交战的状态 如果我们想要追逐流股的话 我们可以买谁呢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 本周到底有什么大事 我们来看看本周的超盘周记 本周超盘周记 其实从跟相交的前面几周来说 本周超盘周记就没有那么精彩 你看本周其实就是 比较相对平淡的时候 那其实礼拜三我少打一个 礼拜三就是我们期指要做结算 但目前外置空单比较多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礼拜三期指结算 或是期指结算之前 可能会有提前结算的动作出现 那礼拜四有个比较重要的 可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挥打的财报发布了 那挥打毕竟是全世界市值第一的公司 所以它的财报发布一定相对重要 那其他的话 大家可能稍微就用这张表去做一下 你自己超盘的一些调整就好了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 第三季财报上周就发布完成了 那第三季财报 EPS有创高的股票 我们特别整理给大家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飞电族群 那飞电族群其实很重要 就是像是合积以及华城 就是重电以及电线电缆股 那进行可能讨论度比较高的 还是会在重电股上 那另外一个讨论度比较高的话 可能就是在百货通路 像全家是不是最新开的子公司 全家餐饮上市了 那三双餐也上市了 很多餐饮公司都开始挂牌挂 上市上柜 那开始挂牌了 那可能大家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这些餐饮公司的母公司 他们可能有没有一些利多 可以去做介入的 好那最后另外一个是 营建股跟房子股 这些可能就稍微比较平淡 那营建股的话 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有打房的关系 所以可能就稍微不建议 大家去做介入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大家比较喜欢的电子股 那电子股第一个 大家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EPS持续创高 股力也要说要多发 那大家可能就是 这就是龙头股带动台股 持续上涨的一个关键 那另外就是最近谈到 比较多的像电子就是BBU 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散热 那散热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半导体设备 那这三大族群 可能是我今天会比较着重的部分 首先是BBU概念股 BBU概念股 最近可能大家就会比较 看好就是像从AES开始起涨 因为它就是从AES开始发动 那AES开始发动的时候 也开始蔓延到其他族群 像最近台大电视也蛮强的 因为它的财报很好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BBU概念股 那BBU我觉得还是属于短线题材 大家不要过度介入 因为它除了供应带伺服器之外 它还有供应在电动车 可是你看最近美国电动车 是不是补助到砍了 对补助到砍的状况下 我觉得电动车不好 它可能一涨一跌 就一多一空的状况下 它可能涨势就不会有 其他的主权那么亮 所以大家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可是不要过度去做介入 好最后我们要讲 就是下一周有个重要大事 11月25号的收盘 MSCI要调整权重了 他们要做成分股的调整 那这是新增成分股最多的 就是星象跟建策 那删除了滑榜叶 那这是成分股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它的持股比重调整 下调最多的 大家知道是哪一档吗 哪一档 其实就是台积电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星象从台积电 那时候起上看来 台积电大概涨了250% 那建策也大概涨了250% 可是星象大概涨了500多% 其实星象是蛮强的 但是星象最近表现很弱势 尤其最近好像又有一点 接近跌停的状况 那大家可能就稍微注意一下 游戏谷其实它还是有题材 因为像是寒假也快到了 寒假到了 游戏谷还是会有一些话题 可以去做操作 而且星象有一个最重要的获利来源 是什么 就是明星三缺一 大家多年的时候会不会都玩 一定会 对玩的时候 先练习 对 可能就是手机手游 哪来玩一下 所以其实手游还是蛮赚钱 尤其它有一个明星产品 所以我觉得星象 未来还是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稍微提一下 过去我们也有提过 那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建策 建策就是散热股王 那你看像刚刚我们讲到 齐鸿也是营收创高的 那散热股王建策也被纳入 所以其实散热在 伺服器领域上 像今天又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什么伺服器贵 散热股家 某一支股票 是回答就要求它改善散热 那大家可能去看一下新闻 我们都不提这张股票 那这张股票可能就是 稍微跟散热有关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像散热股王 或是其他的部分都可以去做介入 那另外一个最大的赢家 就是台积电的设备链 尤其下礼拜一就要调整了 那这一礼拜 可能都会有一些台积电的设备 会有一些蠢蠢欲动的情况 你看像一拳天红 一拳也是军热片 也是散热的 你看像天红万润均豪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的 EPS成长股票里面也有万润 也有一项是新云 都是台积电的设备链 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CPU联盟设备链 都有一些可以介入的股票 那也是这礼拜我觉得 可以稍微去做操作的一个领域 那你看三热书军库 我们刚刚讲的 齐鸿泰塑双红 有没有建策 其实都是不错的 那最后一个 就给大家一个coors 跟设备股的概念 像我们刚刚讲的 像是万润星云 那其实也可以 我们刚刚有列出一个叫做晶圆电子 其实晶圆电子最新表现也是不错的 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不喜欢这种传统设备 那也有一些 我们有提供给大家什么 G2C联盟 也有泛红海集团 泛红海集团它其实主要就是 除了提供给台积电之外 它自己有在做晶圆代工 像它近期 之前不是有传出说 要去欧洲做封设吗 也有在印度设厂 跟当地合作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些新闻 你自己喜欢的股票 像有威科最近也是因为 它财报有起来 那上礼拜表现很好 那今天可能又稍微跌下去 所以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上礼拜 起涨或是这几天 起涨涨很多的股票 乖离过大股票就不要过度追高 可是选一些财报好的 拉回的时候去稍作理解就可以啰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喜欢今天的表格去哪一刊呢 要去高老师的LINE AD 还有Telegram 以上这些族群在台股震荡的时候 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欢去介入 那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